大家好我是马儿 专门介绍有关马自达汽车所有资讯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影片开始前帮我按个赞加订阅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发布的任何讯息 好的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介绍 东京马自达汽车公司正在致力 于开发一种全新的两转子转子引擎 这一设计被认为比其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 MX31 Skyight Var EV所使用的一转子设计更加实用 根据Carbus的报道 马自达已备案了六个专利文件 其中三个专利 专利一专利两专利三 专注于转子本身的设计 这些专利的目标是提高转子发动机的燃油效率 专利文件中指出 这些专利注重转子表面的设计 采用了压痕形式的设计 而每个专利的转子压痕长度 宽度和深度都有所不同 这种压痕设计的改变将影响燃烧式的设计和尺寸 燃烧式将通过空气进口和火花塞点燃 根据马自达的说法 燃烧式的几何形状将影响到点火时间 以及火焰膨胀的时间 进而改善转子引擎的热效率 这种燃烧式的几何形状 不仅加速了燃烧过程和火焰膨胀 还确保空气和汽油混合物 在移动到排气口之前完全燃烧 同时防止热量和废气的产生 为了解决转子引擎的常见设计缺陷问题 马自达采用了一种曲面燃烧式设计 这种曲面设计使得燃烧式在点火冲城 接近上支点时变窄 从而保持空燃比 使得混合器更加稀薄 从而减少燃气泄漏 这在引擎旋转时是一个常见的问题 此外 马自达还对转子进行了设计改良 增加了压痕的宽度 使得压痕朝向转子中心更加深入 同时将发动机钢体表面的压痕变浅 这项新的二转子转子引擎设计 将为马自达汽车带来更高的燃油效率和性能表现 通过专注于转子表面设计和燃烧式几何形状的优化 马自达致力于提供更加可持续和环保的动力选择 这一项目的成功将为马自达汽车 在创新引擎技术领域上树立新的里程碑 并且有望在未来的马自达车型中得到应用 极有马自达的不断努力和对技术创新的承诺 我们期待看到这种二转子转子引擎的商业应用 并为汽车行业带来更加高效和可持续的动力解决方案 如果你喜欢Mazda 欢迎继续关注马儿要吃草的频道 如果你有任何关于Mazda等方面的问题或想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或私讯我们 我们将会尽力回答你的问题 也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便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更新和相关的内容 谢谢大家的支持